过于礼遇 那你能不能证明说 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图利 还是为了新售怎么样 只能说柯文哲真的对新售非常好 非常体贴 那过去有这样 台北市很多公共工程有流标 流标两次的 包括南北很多捷运有流标 那几百亿的两三百亿的 那怎么做 我在议会我们都执询过 你柯文哲为什么对这些厂商 没有像对新售这么体贴 对捷运招标 也都流标两次啦 有些流标到三次啦 我们在捷运 因为我们对轨道建设比较要求 我们在议会质询 你柯文哲可不可以去 要求这些厂商 然后去包括量身定做 他也是没有像新售 像北市科这么体贴 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差 因为你最后连产业都不限 有差别待遇 你明明科技园区 就去售险业进来 那不是很奇怪 对啦 所以他不限产业 别免提计划 然后量身定做 这一些看起来 对新售真的非常好 非常体贴 那至于说 当然这些会议 所有都柯文哲自己 亲自开 亲自盖章 这没有问题 这他赖不掉了 这赖不掉 可是要怎么去认定 有没有图例 或有没有 就是说 有没有这一部分 有没有图例的要 这个当然去检调去认定 可是我认为 目前调查在金华城的部分 已经约了都省 已经约了14个了 我认为金华城进度 会比那个北市科快 你要补充 补充一点就是说 泛逸跟泛型 第二次招标 他就已经牵吓 就叫泛逸 就是说第二次招标 明明就不可以变更规格 变更价格 变更所谓的 相关的规定的时候 他就已经牵吓 所以变更 这叫泛逸 什么叫泛型 因为第三次招标 我要变更 这些规定的时候 我必须去询问厂商意见 询问厂商意见 不能只询问一家 所以他们伪造了一个记录 叫做元大我也有问 就被元大否认 所以只问过星光一家 所以你最后核定的 相关的规格资格价格 都是为新售量身定做 这就是土利 如果这不是土利 什么叫做土利 美美姐 柯文哲可以说 因为这个都留不了两次了 那我们总是要发展 这科技园区 不能这样子就荒废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就大力引进 然后产业别通常把他拿掉 这样可以吗 刚刚不是明星就讲 那你其他轨道那些方面的 你为什么没有那么体贴 而且大家记得吗 金人宝应该叫他金盘子 比方动作盘 差一个月而已 继续差一杯 不是吗 你一个月前 规定那么严格 要有投资计划数 一大堆限制 那价格那么高 一个月以后 突然之间扇门大开 我不用投资计划数 我生计园区 我通通限制拿掉 合理吗 我每次经过那个地方 各位你知道那个间距 一个金盘子 跟一个新手 间距就这么大 不要这样讲金人宝 人家是叫博来 对叫博来 我们应该是说 非常守法的 非常典范的 可是被柯文哲当作盘子 好不好 受害者 无辜的受害者 所以你这里面 我们就问嘛 你为什么要土利厂商 你为什么这么体贴 他真的是土利吗 刚好港内有个吴欣盈 对啊 而且吴欣盈 这刚好任副总 倒变成不分区 倒变成你的副手人选 这时间有高度的重点 你不会让人家 非常的怀疑吗 然后他曾经大泪地讲 因为人家说他金华城 说我就是土利嘛 又怎么样 记不记得这一句话 你如果图的是天下之力 大家没有话讲 大家怀疑的是 你也没有假借市长职务之便 行土利 更重要的是金流之石 所以我再一次 再三再次的欲请 我拜托解调 赶快约谈柯文哲 还有赶快该搜的搜 你要核对金流要核对 那这里面 该转污点证人的 请你们不要当他余文 那最后 仲交你知道现在 最夯的话叫做什么吗 什么 好 2014年他出来选 那真的是为了自己 叫义无反顾拼一次 对 2018年 明明已经收了很多 政治先进来骗人家 继续骗小早 就是2018年叫做 义无反顾骗一次 到现在最新的流行 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台湾的选择柯文哲 对不对 现在不是 土生的选择柯文哲 义无反顾 关一次 柯文哲 你会不会是这种结局 我们就拭目以待 对的确 这柯文哲现在 这么多案子 这么多的风暴 都无法解释 所以瑞德哥 因为现在预测 司法的部分 到底有怎么查 这么多案子 那是难怪 王世坚说 他要去送便当了 本来最快这个礼拜 有可能会约谈柯文哲 不过目前看起来 因为台北地检署 已经把专门 证办柯文哲的检查官 主任检查官 现在合并在一起了 成为一个专案小组 因为现在柯文哲的案子 太多了 金华城 北市科 还有雨果市场 然后这个 这个所谓的烂账案 假账案 到底到后来 会怎么发展 没有人知道 你不要以为李文中 吴宝 吴宝让他出去 就是OK了 他的目的是在查 他不只是查 端木正的 伪造文书的部分 他还要在查 这个木可公司 到底跟民众党之间 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人利用 这个木可公司 在做一些逃漏税 还是在做一些 左手进右手 所以他才会做 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案子 显然比我们想象中 还来得复杂 当然没有意外的是 因为本来 因为家里有事 所以后来没有去 这个台北市议会 接受这个讯问的 监察城调查小组 这个讯问前 台北市的副市长 那么有可能彭震生 下个礼拜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会参加 会参加了以后 所以我们预计 应该会在 下一次立法院的会议 开议之前 应该会有一个 强制性的动作 应该会有这样一个 强制性的动作 因为他现在东西太多了 现在东西非常的多 所以检调单位 包括现在是 由台北地检署 责任检查官 然后专案小组 两个检查官 下辖还有好几个 检查事务官 然后这边有 调号局 北部机动站 这边还有 联制署一起下去 你就知道那个东西 有多少 有非常多的东西 千丝万女看起来 没有柯文哲 讲得那么清白 那么清廉 这里面哪里 哪里出了事 我不知道 贪污制罪条例 里面的图例 不一定要自己拿一毛钱 你只要图例业者就可以了 你违背法令图例业者 什么叫违背法令 法令没有允许的 你去图例到业者 那就成立了 那可不是一般图例罪的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是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 不过我在这里 纠正广大 这个等于说 湘民有个错误 他们说土城早安 或者是说 柯文哲 什么去土城之类的 看守所 这个土城绝对不会早安 虽然高宏安 他们因为贪污罪助理费 判了七年四个月 现在又因为 翁达瑞的诬告罪 判了十个月 他绝对不会去土城 要去也是去桃源女子监狱 所以他不会去土城 各位不要再讲土城奖案 土城早安 这样对土城跟高原 是不公平 不够正确的 好 来 洁明哥怎么看 这个柯文哲 有可能是被约谈 最后要被深压或收压吗 我们现在非常确定一件事 金瓦城这案子 柯文哲是逃不了的 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 重建就是重建 它不是都市更新 这院在过去都发会 还有所谓 现在已经一个一个的 所谓的都市审议小组 都被请去检调 来做讨论嘛 已经太多的委员 已经说明 这个案子他们是不同意的 因为他叫重建 他不是都市更新 只光这条 柯文哲就很难过了 所以我们说嘛 现在柯文哲里面 所有的案子里面 这个人真的 让一堆人现在都被 被去这个检调 作为这个 就是限制逐渠啊 很可能将来会被起诉啊 但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柯文哲 这部分已经是在 这个侦办中 里面有牵扯到 包括我们说的 这个假战徒利 那当然现在还有 包括假战案 以及伪造文书等等 这里面最关键的事情 是什么呢 所有的事情 都在第二任 在2019年的时候 把之前的这个都发局长 给换掉之后 整个事情就开始出来了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北市客啊 包括我们这个金华城啊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 现在还有一个案 不要忘记哦 南港的转运站 那也都有问题 都是他把这个都发 这个都这个都发局的局长 好就是之前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位 他把他换掉之后 换成那个中共的特种 对 所有全部开始进行 那我这样讲 就检调角度来说 他不可能一次那么多撒网 他就跟现在的这个高安 一件事件处理 一件事件来 现在金华城的案子 是最明确的 因为我知道 我们比如说北市客里面 还要调查一件事情是 第一时间点 所有的这些 外部的这些竞技厂商 跟他说这三块地 你一次标很困难 但是他坚持要全标 全标没有办法标完的时候 你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哦 因为他说 因为全部都是医疗的 很困难嘛 我们要先说明一件事 台北市寸土寸金 像这种方块 非常漂亮的这种建筑用地 基本上在台北市 你是很难找到的 而且你还可以用BOT的方式进行 取得相对成本的价格 你根本找不到 但卡在什么地方 卡在他一开始 就要求智慧医疗 但你智慧医疗 如果今天 你为了这些人的建议说 智慧医疗是卡住的话 其实你一旦变更 非智慧医疗 我跟各位报告 绝对很多人讲啊 那只因为当时卡在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景气稍微已经变化 你如果延后一年 延后一年 2021年 我跟你说 2021年正好是台湾 那时候爆发了 包括台积电大幅投资 厂商回来 那一年台湾GTB 充满百分之六